皆さん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今天的看日本主題是 日本的綜合警備保障公司 實際上是怎麼操作的 Ryu跟Yuma的這個新家 其實有跟日本的警備公司 Arusoku簽約 那今天呢就是施工日 等下一點呢他們就會來我們家 然後在各個地方 像窗啊或者是門啊 裝一些防盜設備 日本的保全公司嘛 應該也會是一個蠻好的看日本的主題 所以今天就當成是一個 這個看日本的主題來拍這個影片 那Ryu跟Ryu呢也是有 就事先跟他們聯絡好 今天可以拍影片 跟搬家的那集不同的 也是事先聯絡好他們也很開心 因為Ryu想說嘛 就搬了新家之後這個家是住一輩子的 那我們也是做這一行的嘛 所以呢想說要好好的保護老婆 保護兔子保護未來的孩子 就要在這個保全方面呢 做得好一點點 就跟他們就是簽約這樣子 好 那非常期待他們的到來各位 那我們就等他們囉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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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空間センサー 空間センサー 人的動作 對 這是リビング 對 還有2階 它就會感應到有人進來這樣子 那我們這個會放在1樓的這裡跟2樓也會放 所以如果他們可以逃過這一關 他們上樓梯上去上面也是會有感應到這樣子 這樣子喔 所以是全方位的 我會先想像有人會進來的時候會緊張的現在 日本雖然是很安全的好不好 但是還是要好好的弄一下對不對 因為我們坐一下一下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從こと確系 這是一個開閉器 按的時候會感受到密技能 這裡面會會反映 我覺得ann來臓對不對? 反正的就是現在電池挽 Ref. 達出門門 兜得qu對支持的內臓 住過 feather這個時, 對 因為是電池的嘛 你就會擔心說如果它電池完了會怎麼樣 但是它電池在結束之前呢 它會先通知到那個機器 就是我們等一下會設置那個機器嘛 然後就直接 就直接會通知到他們的公司 公司就會打電話給我們說 什麼時候要去幫你換電池這樣子 所以在電池結束之前喔 厲害 技術啊 這裡是微軟的 OK 所以在這裡做 可能會不會有高度的問題 好 人員已經到了 然後呢我們接下來就要把我們的一把鑰匙給他們 對 因為有什麼事情他們要來我們家嘛 有可能我們人不在 然後有人進來的時候 保安人員就會替我們先回來這裡看 所以呢他們要我們的一把鑰匙 有耶 他們在測試 對 它是發紅光 各位 現在在測試 在測試 有人侵入的話是什麼反應 現在這個狀態呢 有意願的時候呢 是我們出門之前 然後呢我們就先 就是開始這個警備系統對不對 那我們出門了 好 我們現在已經人出門了 那出門之後 有人闖進家裡怎麼辦 欸 它就現在在旁邊開窗的 はい お願いします 這個發的這種聲音 進入警報発生 通報されました 喔 這樣子的話 警備員就來了 哇 這個聲音真的會緊張耶 很可怕耶 很可怕耶 好 各位 欸 他們已經回去了 然後現在呢 我們要貼這個貼紙在門口這裡 剛剛就是保安人員呢 他們有實際來我們家 然後把我們的這個玄関 這個門的右上角這裡呢 貼了他們的 阿魯塑古的貼紙 這個真的有威嚇効果 就是看到這個呢 基本上人家都會很害怕 就是 喔 這個家是有 有這個跟阿魯塑古簽約的 然後 是有這個保安的這樣子 基本上呢 這個阿魯塑古它這個機器呢 是要你自己操作的 像是 像我們要出去嘛 要出去的時候呢 你就按這個外出 按了之後呢 他們 他就給我們這個鑰匙嘛 或者密碼也可以 就鑰匙 逼他一下 就 いてらっしゃい 然後 就會有音樂 在這個60秒 音樂響到這個60秒 你就要出門 因為這個音樂響完之後呢 這個 喔 警備模式就開始啟動 然後有人開你的門 有人開你的窗 就會直接 他就會直接幫你報警 然後保安人員跟警察就會過來這樣子 那要60秒不夠 糟糕 忘記拿包包怎麼辦 這裡可以取消 就可以自己取消這樣子 我們在家裡 我們要睡覺的時候 就在家裡 你也是可以啟動這個警備嘛 家裡啟動警備 也是要用這個鑰匙 對 這是在宅 在家裡 像我們睡覺之前也可以說 啟動這個警備 就是有人進我們家的時候 他也會幫我們報警這樣子 它火災也是有對應到 像我們的廚房這裡 嗯 有幫我們裝 這個感應 溫度的 機器嘛 地震啊 我們家裡著火啊什麼的話 就發生火災 他也會直接通報到這個警備 他們就會直接幫我們聯絡這個消防局 這是讓我們覺得蠻方便的地方 那除此之外 上次我們可能就是 有什麼緊急的情況發生 家裡有老人 突然間倒下來 覺得很不舒服 但是 自己的孫子 自己的孩子 都不在的話呢 其實就可以按這個 非常狀態的 非常按鈕 要長按啦 所以你這樣按它是沒有用的 你要長按它 它就會 呃 就幫你 幫你通報到警備公司 他們就會過來這樣子 又可以了 如果有怪叔叔 就可以按這個按鈕 跟那個一樣 跟那個一樣 非常按鈕 對 大家最在意的是 多少錢啊 到底這樣子 家庭 用這個 日本的 日本的 這個 保全公司跟他們簽約呢 是需要 每個月 付多少錢呢 它其實有 很多個配套啦 那我們的是 機械機器費 就是今天裝置的 跟這個公司費呢 是直接用現金去付的 然後每個月就會 變得比較便宜 一個月是 三千五百日幣 機器的費用呢 機械的費用 我們好像加是 大概是 二十萬左右 一開始要付的 一開始要付的 然後還有 公司費 就是施工費 是五萬日幣左右 對 那我們第一筆要付二十五萬 然後每個月就是 三千五百日幣 對對對 那當然如果大家可能一開始 沒有二十幾萬 不想要付這麼多錢的話 也可以說 用他們的配套 就是 租借配套上 這些機器都用租的 這樣子 比每個月可能就 付更怪 六千日幣 或者是七千日幣 這樣子 它會有很多個配套 讓你選啦 我們就直接是跟它買掉 這一個 機器設備 這樣子 從今天開始呢 我們就很放心的 可以出遠門啦 回馬來西亞 或者是去哪裡旅行 都會很放心 因為家裡都會有這個監控 好 各位 那現在我們要出門了 呃 對 我們 要來第一次 出門 然後啟動這個警備 這樣子 我就 開 開 開始 Yuma準備好了嗎 這個按完之後 我們就馬上出發囉 好啊 那 要打密碼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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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恐怖 這個60秒要 60秒要 要出去 不然的話 Yuma不可以這樣子 不可以這樣子 我們只有60秒的時間 你這樣子把我鎖在裡面的話呢 只要警備先生就來了 快點 Yuma 不可以推我 Yuma 警備公司不是這樣玩的 警備公司不是這樣子的 我們是第一次有警備的狀態回家 開門之後音樂應該會響 回家第一件事情一定要先解除 不然警備會來 然後要有這個密碼這樣子 お帰りなさい 外出アルソック警備を終了します 喔 Yeah 安全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囉 期待大家的留言 還有記得幫忙點個讚跟分享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Bye Bye ピッター ピッター 你訂閱了嗎 還沒有的話 外出的叫訂閱我們LiuTV 按這裡按這裡 然後 下面是我們的推薦影片 我不是他要講什麼話